想要逛街买衣服,哪里最便宜呢? 没有错,就是五分谱了 而今天我的台北周记忆艺人唐重慎 就要带观众朋友来好好逛一逛五分谱了 最新、最流行、最潮的衣服这里通通都有哦 跟着丛丛哥的脚步走出火车站 哇,马上就能感受到周边的繁华耶 尤其是这里的商圈,真的是超级热闹的 GG看到好多好多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好多哟 瞧我们丛丛哥逛得不亦乐乎的样子 就知道这里多么有趣咯 哈喽 嘿嘿嘿嘿嘿,是我是我 哇塞,这样多久来一次 好,差不多 半个月吧 对 那你们来都买什么 买衣服 不是,你们就是穿一次就丢掉是不是 都把这个当免洗衣啊 半个月来逛一次太夸张了吧 便宜啊 没错,就是这么夸张 丛丛哥啊,你不要不相信哦 因为五分谱的衣服实在是太大了 不管是女生夏天必穿的迷你裙 小可爱或是百搭耐看的牛仔裤、T恤 在这边通通都找得到呢 看得我们的丛丛哥啊 是心痒痒了起来呢 哎,不错耶 有没有感觉 怎么样 很潮 哎呦 这间店的衣服不错 还有帽子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这么多帽子,怎么换呢 好啊,好啊 老板 要走吗 嗨,老公哥你好 你好,你好 你的帽子很多 好漂亮喔 这一顶大概多少钱 390 这么便宜喔 你有没有想法 这个有1000块喔 我有没有可能1000块在你们店里面找到我上通告的造型 我可以进来玩你看看 真的吗 真的 OK喔 你帮我搭一套衣服好不好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唱片 现在是歌手 也不能够穿得太寒帅 好不好 你帮我搭一下 帮我搭一下 呃 哎,是说丛哥啊 是说你给人家1000块 要搭一整套的衣服 也太为难了吧 不过呢 看着店员细心的帮着丛哥做介绍 不知道等一下会搭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GG我可是超级期待呢 这样子非常潮的穿法 1000块耶 这样1130 有没有可能1000块 买得到 真的吗 然后还找650 我太过分了是不是 喂 你不要看人家老板不在就欺负人家啦 是说丛婷帮忙搭配着这套衣服 用色大胆 色彩鲜明 丛哥啊 你穿起来整个人的特色都跳出来了 欸,布里要好看哦 赶快包起来啦 哇 要制装Tango衣服 有的人选择 在百货公司里面吹着冷气 享受当大爷的感觉 花比较多的钞票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这种地方 五分谱跟人家摩种擦肩 然后享受那种家庭主妇扫街的快感 欸,不过说真的 衣服这种东西 是潮流嘛 有时候很快就过去了 花那么多钱干嘛呢 演艺圈很多大咖艺人 也是这样几百块 一两千就搞定一套的耶 唉,钱不好赚啊 我的选择是这里 你呢?